加油 政治現金風暴延燒近一個月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率領黨公職 90度鞠躬道歉 查賬記者會最中回 民眾黨在牆面貼出滿滿發票收據 比照處理MG149風暴 但規格遠遠不及 這一張500萬的支出 2023年7月就開了發票 這一張完全沒有報到監察院的申報系統 便宜行事造成了今天這麼大的誤會 漏報金額高達一千九百多萬 民眾黨依舊定調是會計師端木證 沒完整登錄卻虛構賬帳目 除了你要實樂916萬 其他4比一千萬的灌水明目也揭曉 就是木可跟嘉盛媒體行銷公司 再次強調錢沒被A走 但政治現金爭議 民眾黨提5項內部檢討4個後續動作 責任除了讓會計師扛 也包括兼任靜總出納 跟木可董事長的李文宗妹妹李文娟 就是忙的時候你知道 木可就跑去支援財務部的工作 他就是一人身兼素質 一人政黨公司不分 帳目你知道 除了李文宗財務部以外 我們其他人都沒看過 帳目不清 柯文哲多次鞠躬盜竊 但整場記者會 先是推責會計師 再切割帳房李文娟 關鍵人物50年好友李文宗 也沒現身記者會 民眾黨一貫策略斷尾求生 就看能否執行 三立新聞 陳君傑 黃憶傑 浪米軍小組 台北報導